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 不肯用真心 佛法对这种事情 讲得最透彻 讲得最清楚 我们齐心动念去计算别人 最后的结果是算了自己 为什么呢 多三我道了 为什么不用真心待人 用真心待人 用真心念阿弥陀佛 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一生成佛 这是真正的大便宜 一点都不吃亏 圆满成就了 永远离开六道十发节 不但离开六道 离开十发节 一生决定正德 佛经节 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正德 不用自己休息 阿弥陀佛 本云为神 无量皆修持的功德 加持给我们 我们真能得到 真正了解四世真相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真正搞明白的人 没有一个不是 一心求生尽度 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 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毫无留念 那么这个世界要离开 离开是智慧 真是智慧 智慧的选择 道疗西方极乐世界 不必登成佛 成佛 得有一段时间 立刻就能回到这个世界 来干什么 来救苦救难 像观世音菩萨也 到极乐世界 得佛力加持 你做阿弥陀之菩萨 你的智慧 神通道理 跟观世音菩萨平等 就来了 这是大慈大悲 不到极乐世界 你没有智慧 没有神通 没有道理 你想帮帮不了 到极乐世界 这种 得能通通恢复 你虽然没成佛 如来国地上的智慧 得能神通 你劝居足 你有能力帮助大家 住在这个世界 时间长短 得大自在 想常住就常住 想走 立刻就可以走 他怎么会不自在 他怎么会不自在 生死自在 还有哪一样不自在 世间众生将自在 障碍重重啊 并不自在 不自在 不自在啊 陈福 陈阿罗汉 真正的自在 真正的自在 我们在心外求法 这叫外道 我们反过来 不想外求 想自信当中求 这就对了 这就是菩萨 啊 极乐世界 是自信变的 阿弥陈福 也是自信变的 中风 悉念 法色 里面说的话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们求阿弥陀佛 要求自信的阿弥陀佛 自信外头没有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是自信变的 也不是自信外的 既然是自信变现的世界跟佛陀 哪有求不得的道理 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你就求道 你就见到了 就得到了 向心外求 没这回事情 得不到的 往生虽然容易 容易到什么程度 临终最后一念是真心 就能往生 有人念佛念一辈子 最后一念不是真心 他没去真 我们明白这个四十真相 就要明了 用真心 是真确的 不用真心 是错误的 不要怕别人欺骗我 骗我不怕 欺我骗我 小死 我到极乐世界是大死 我可不可以欺骗别人 不可以 我要用真诚心 出师 待人 解悟 为什么 真诚心 跟极乐世界 相应 我不想 再搞轮回了 轮回是往生成就的 我不想再搞了 极乐世界是真心成就的 我都用真心 不用往生 从现在起 生活 工作 待人 解悟 对一切人 一切死 一切无 用真心 什么是真心 十三一道是真心 不杀 不伤害一切众生 不斗 不欺骗一切众生 不占一切众生的便宜 不赢 在家修福 不占一切众生 不往日 说真话 不要骗人 不粘食 不挑拨是非 不制造动乱 不制造动乱 不齐雨 花言巧语 欺骗众生 不悟口 说话融合 让人听到感到很舒服 不粗鲁 不粗鲁 不贪 不沉 不吃 这个与极乐世界相应 与阿弥陀佛 完全相应 要真干 我就回头了 干多久 你会见到效果呢 三个月 你正干 念念不忘 这失调 真修 真心 三个月之后 你会感到 你烦恼少了 智慧增长 看问题 听天人说话 能听得懂意思 听经会听出道理出来 半个月 信心坚定 真好啊